在美国照顾孩子的郑爽 自曝如今的生活很困难 不仅从来没有点过外卖 就连卫生纸都需要节俭 只剩几条内裤和牛仔裤 T恤自己如今过得很难 现在穷的只剩下一颗正义的心 在这次河南水灾中 郑爽也没捐款 看来真的是缺钱了 但郑爽的粉丝却真心让人佩服 自己家的爱豆不行动 他们倒是积极的组织了起来 持援河南几十万的物资 从捐款明细项来看 真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了 饮用水 食品 帐篷 发电机 照明用品等可以说是一应俱全 完全可以满足需要了 当然郑爽的粉丝这么做 有不少人觉得 就是想给自家爱豆洗白罢了 但是有郑爽的粉丝称 这就是他们的一点点心意 与郑爽本人没有丝毫的关系 其实要说郑爽一点贡献也没有做 那还真是冤枉了他了 女方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 还捐了五百元 除此之外 郑爽及家人的账户已经被冻结 这么落魄的时候 还能想到站出来 利用他之前的影响力 来宣传正中的灾情 这一点还是很值得赞扬的 他的粉丝在他的宣传下 也跟着捐款了 这也是一种正能量 只要是正能量 那就是值得宣扬的 至于网友说的他的家人 捐了五百元 一分钱一分爱 也是一种正能量 所以没必要带着心里的恨 去讽刺人家